哈囉大家好我是Roka 不知道各位小時候有沒有幻想過 機器人在面前大戰的感覺 會拿這些模型玩具的 在家裡面的地板桌上 開始幻想這群機器人 在火光四射的戰場中打鬥 如果是可以拆下手腳的機器人 還會幫他們模擬一下 被打爆那個手臂啊 腿部斷掉的感覺 嘴巴還要幫他們配音 偶爾還會拿個餅乾空盒 還有其他的不同玩具來當個場景 場面是越玩越亂 玩起來爽度越高 今天要來分享的這款鋼彈創壞者4 就是一款以鋼彈模型作為主題的遊戲 先說推不推薦 推薦給誰 我自己是推薦的 是鋼彈迷 或者是鋼彈創壞者系列的粉絲 應該是不用我講 你們早就已經訂回來玩了吧 就算還沒訂 應該也在去訂的路上 不是粉絲的朋友 只要對於鋼彈有一些認識 偶爾會買一些鋼彈模型回來組的 或者是小時候也跟我一樣 曾經幻想過這些機器人 在你們的面前戰鬥 會抓著模型 抓著玩具打來打去的 這款保證滿足你當年的幻想 理由非常的簡單 因為它就是以鋼彈模型為主題 是模型 所以裡面的鋼彈是可以做組裝 而且是可以做各式自由的組裝 你可以把鋼彈的頭裝上薩克的身體 左手臂 右手臂 腿部 武器 盾牌 全部做出自由的拼裝 還想要外掛更多的飛彈發射器嗎 也行 全部就是給你組出完完全全屬於你自己的鋼彈 記憶體搭配完之後 如果覺得顏色太亂 也可以再幫它們噴漆換個顏色 甚至要做出戰損 做舊 做出裂痕 也都可以輕鬆搞定 你看 既可以滿足當年拿著機器人模型戰鬥的幻想 就連手殘派的模型菜肌都能夠滿足到 不管你的問題是鋼彈模型坑太深 還是家裡沒地方放 噴漆不太懂 戰損搞到醜個不行 沒關係 這款鋼彈窗外者就是可以滿足你的想像 做完模型還可以馬上下場戰鬥 感受滿滿的爽度 好啦 說了這麼多 不如就直接來改一下鋼彈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OK 那直接就進來看一下我們的配裝部分 還有塗裝部分 當然它其實還有滿多功能啦 是會陸續開啟的 配裝部分 其實它上面寫的是裝配啦 我念的是反的 但是因為這是裝備的那個部件去做一個配置嘛 所以我就把它當成配裝 很順口的拿來講 它有分成頭部 身體 右肩 左肩 腿部 背部 右邊的槍型武器 左邊的槍型武器 右邊的近身武器 左邊的近身武器 還有盾牌 另外呢 也還可以再外掛一些裝備上去 技能的部分則是有分上EX技能跟OP技能 這個的話在裝備更換的時候啊 一定要再重新做一個配置 那頭部的部分啊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喔 它其實可以分上滿多種不同的裝備 目前為止啊 我配的是這一個 這個角色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只要把它裝上不同的樣子 它直接就會出現 那當然你可以用這個各種不同的能力啊 去做一個搭配以外 你也可以以外型來做一個不同的搭配 因為它其實搭配起來喔 可以搭配出一些很奇怪的造型啦 像這裡有一個V鋼彈 這可能看起來比較帥一點 早期啊 有一些鋼彈角色就是用這種的 看起來特別帥 然後你會看到它的技能呢 被抽掉了 每個裝備呢 它可能都會帶一些技能之類 如果說你的裝備是沒有那個技能的 那就會被抽掉 換裝備啦 比較會出現這個問題 身體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改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一些比較奇怪一點的 這個好像也不夠奇怪 我們再改稍微再奇怪一點的 薩克星戰士 這樣子看起來怎麼好像反的也蠻帥的 右肩的部分也是一樣可以改 我們改這個敵男送 它的旁邊呢 有一個尖尖的樣子 配色的部分其實我自己有調整過 所以它都會變成Z鋼彈的配色 包含所有的部件都一樣 你只要有調過配色呢 在這個時候換裝備啊 它還是都會幫你直接用那個配色喔 把它給搭上去 左肩的部分啊 我一樣可以來做一些比較特別的 那這把好了 真的長得也蠻奇怪的 沙貝特特裝型 不管怎樣 反正不認識還是認識都一樣 我們就把它裝上去試試看 那接著是腿部 腿部其實有蠻多造型 真的是長得很怪啦 你看這個自摩鋼彈 把它的腳裝上去有沒有 就不是那麼協調 那我們先把它裝上去好了 它這一帶還有一個蠻特別的 因為我有去參加他們的發售紀念會啦 這邊的話有一個可以調整 他們現場喔 製作人就在這邊做調整 你看喔 現在這個腿部是不是太大 看起來不夠協調對不對 整個腿實在是出到一個不行 我們這邊就可以改成比較小一點 讓它可以符合整體的比例 差不多了吧 但是好像有點太矮了 變成短腿仔 至少看起來比較協調 後背你也可以改得很帥 也可以改得很多數值是比較漂亮的 像我的話 目前在玩都是把數值改得漂亮一點 不一定是用一個視覺效果來做選擇啦 那如果你要用視覺效果做選擇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 就是看哪一組比較帥 像這個配起來就其實蠻怪的 而且它原本是綠色的 但是因為我有做配色的調整 所以等一下它應該會變色 有沒有 直接就變色 這樣看起來就協調很多 沒有講呢 大家還以為說 這就是一組原本設計出來的模型 但其實不是 因為他們是各式的不同模型啊 不同的零件組出來的樣子 這些零件要怎麼取得哦 其實打敵人就是最簡單的一個 因為你去戰鬥的過程啊 就可以拿到不同的零件 敵人在戰鬥的過程呢 也可以把零件打掉 我們可能也會有零件掉落的問題 加龍砲的部分 武器的話都會有技能可以使用 這個是一個蠻大的差別 當然能力也是很大啦 這個的話是有一個 Weapon Ski哦 長城步槍 就是會有不同的技能可以使用 這個的話呢 則是有機槍 所以每一個都可以做出不同的一個設置 另外右邊也可以做一個設置 然後武器的部分 我覺得蠻好玩的 像他的武器啊 都會有不同的屬性效果 斧頭攻擊力我覺得是特別強 但是動作就是比較慢 雙鎚的這一個呢 雖然說我自己是沒玩啦 庫巴在玩到 但他的攻擊力效果也算是不錯 還有一種是像這種雙刀型的光束軍刀 他可以不斷的轉 打起來也是非常的帥氣 而且就視覺效果來看啦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有一種星際大戰感 鞭子的話也不錯 他就是打起來可以拉遠拉近的 去拉敵人 當然他有一些像格鬥的啦 還有像這種巨劍型態的啦 每一種武器哦 都會代表著不同的攻擊方式 動牌的部分也可以做一個調整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功能啦 技能啦 或者是喜歡什麼樣的能力啦 外型啦 都可以自己來做一個搭配 接著是塗裝的部分 他一樣是分上每一個零件哦 都可以各自來做一個塗裝 像這邊要有個著色 外觀的部分呢 你可以自己做各種顏色的調整啦 但我覺得這個要調整哦 其實需要一點點的美感 然後包含像他下面有這個螢光色的部分 如果你要自己做顏色的設計啊 其實啊就是要美感比較好一點啦 我是覺得可能看起來會比較協調 那如果跟我一樣 色彩學呢 並沒有那麼在行 對於顏色又沒有那麼敏銳的話 下面有個玉製配色 這個點進來他就有分上各種鋼彈的不同配色 例如說像我現在是使用立鋼彈的配色 他就會自動配出這個顏色 以這個模型的頭部零件呢 做出這個配色 像蠻多人喜歡的哦 比較新一點的像風鈴鋼彈好了 他一樣可以配出風鈴鋼彈的樣子 這個其實我覺得蠻簡單的 而且他可以分上每個不同的部位哦 都可以自己自由的做調整 例如說我的身體呢 也要把它改一下配色 我們再把它改成一樣 比較新的風鈴好了 好 顏色就會變成這樣 有沒有 他的配色很簡單 每一個呢也都可以做一些貼紙 去做個稍微的小小的配置 這個配置呢 他可以放在各種不同位置 舊化處理 這個的話有點像玩模型的人 特別會喜歡的 像我這一架就是有做一些戰損 每一個零件都有 他有被刀揮過的那種痕跡 還有包含一些比較舊舊的痕跡 有一些污損的感覺 其實他的戰損做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自然 我把這一隻手背的戰損 左手背的戰損 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把它調降回來 有沒有 整個調回來之後 整個就變光滑了 好像新的感覺 那如果我的戰損再把它調上去呢 他慢慢的就會把這一些破損的地方啦 做舊的地方啦 全部都做出來 那你可以依照你的程度 給他一個戰損的感受 包含像刮痕 我們也可以幫他提升一下 刮痕的感覺會更加的明顯 窒息也是一樣 可以做一個調整 有沒有 這個哇好髒喔 呵呵呵 可能車沒洗就會變這個樣子 調整好記憶體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下場來進行戰鬥 而且啊他的左右手攻擊 可以搭配不同的武器 這個武器啊也可以類似無雙的感覺 做出不同的斷位搭配 然後就會有不同的攻擊方式 其實我覺得在玩的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因為你可以滿足到這個鋼彈啊 就是你自己親手做的 所有的配置 所有的武器 都是你自己做來 怎麼樣的配置呢 打起來會更帥 那像我要用員工的 槍的武器 有沒有 這樣子在員工攻擊 喔呦好帥 喔好帥 然後我也可以用技能去攻擊他們 OP技能啦 或者是有一些 EX的補血技能啦 之類的 在打的過程啊 敵人有可能會掉零件 我們也有可能會掉零件 而且他的難度不算到太難喔 因為掛掉之後啊 他可以再復活基建 如果你在玩單機的故事啦 其實就連庫巴4也ok的 戰鬥當中啊 其實也會有機會 打到更多的零件喔 這些零件 就可以在下一場戰鬥呢 拿出來組裝 拿出來運用 讓各位的鋼彈啊 可以有越來越多的不同變化 像我現在拿繩子 把他拉過來了 我們拉過來之後 進行戰鬥 再搭配錘子 搭配斧頭才對 帥 我覺得他的戰鬥呢 算是蠻流暢的 整個打起來啊 不會感覺到 機器人那種很鈍的感受 唯一比較有差的 大概還是我之前的 分享當中就有講過 他的直衝啊 就會變加速 直衝按叉叉會變加速 停在原地按叉叉呢 他就會變飛起來 那當然飛起來 你可以再往前 直接飛行加速 這個是他在操作上啦 可能需要稍微的習慣一下 並不是說讓你邊跑 就可以直接跳起來 那戰鬥的過程 其實我覺得不算太難 整體來說是好上手的 可是卻可以很享受到 自己所組裝的這個模型 這個機體 在戰場上 那種奔馳的感覺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他的動作其實非常的細 這次我在入手的時候呢 其實也有稍微做一下功課喔 個人是覺得 Switch版本的數位版啊 價格真的比較硬一點 因為他只有香港 有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 價格折合性代幣 應該要到1900多塊 如果你是買PS版本啊 就是1700多塊 買實體版本啊 應該也是在1700多塊 就算你是買Switch的實體版也一樣 我自己會比較推薦 買實體版的真的不錯 那當然他還有一些計票的功能啦 可以擴充一些遊戲內容啦 還有一些機體等等的 甚至有些比較早解放的零件 也可以讓你更早 就可以享受到組裝更多的快感 OK 那今天這款 差不多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小時候呢可能會拿一些機器人啊 拿來戰鬥拿來玩一玩的 那這款肯定可以滿足你的效果 或者是像影片剛開始所講的啊 就是在收集鋼彈的時候 你要花的錢啊 要組裝啊 花的時間啊 這些如果你真的希望可以找到 另外一種滿足的方式 我覺得鋼彈創壞者 就是一個可以值得入手的遊戲啦 好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個喜歡 一定要點喔 也別忘記幫我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追蹤我的IG跟FB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